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有关南中国海的国际仲裁宣布之时 中国五艘海军舰正作为美军的受邀访客 参与在夏威夷珍珠港举行环太平洋联合军演 那么这项裁决对于环太军演有什么影响呢 对于未来美中两军关系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现在就连线正在珍珠港采访这次军演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李宝你好 许博你好 各位听众观众好 仲裁结果是不是会对这次军演产生很大的冲击呢 有传说说美军斯坦尼斯号超级航母舰队正部署在南中国海 准备开战 李宝你看这个消息准确吗 许博是这样 这项裁决 刚才我们都在讲的这项国际裁决 对中国肯定是当头一棒 那么在 不过在环太联合军演 所在这个地下午一珍珠港 现在的时间还是早上的这个凌晨两点两点半 还没有看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 或者是太平洋舰队做出任何特别的反应 不过呢稍早前呢 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敦诉北京遵守法庭的裁决 不过在珍珠港呢 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环太多国军事演习两年一度 看来呢一切都蛮正常的 主办军演的是美军的第三舰队 舰队的官员呢 昨天在访问期间对美国之音说 眼下呢他们的责任就是把军演的任务执行好 那么军演的任务执行好的其中的一个内容 就是跟中国的军舰在一起做联合军演 那么所以说呢 即使在天亮之后呢 这里的美军啊 可能也不会对仲裁呢 做出直接的反应 那么讲到前一天啊 新机刚才您所说的斯坦尼号 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 这一艘母舰呢 昨天呢才离开了珍珠港 那么到这个附近的海域呢 带领来自各个国家的这个军舰 一起参加环太军演的海上操演的部分 所以呢 这个航母呢 即使改变计划 直接前往南中国海呢 最快也要一两个星期 才能到达南中国海 不过呢 确实有另外一艘呢 美国的航母正在南中国海域进行的 美军所说的正常的活动 不过呢 的确啊 就说在这个过去的几年当中呢 美军的航母在那一带海域 就南中国海域的一些活动呢 是非常的这个频繁的 美军说是为了维护呢 这个安全和秩序 那么讲到这个 在这里参加军演的中国海军 中国海军看起来也一切的运作正常啊 没有说哎呀 感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压力很大 至少在外面 从这个他们对 跟我们这些接触来看 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这个压力 几个小时天亮 天亮之后呢 这几艘中国军舰呢 也将离开珍珠港 到外海呢 去参与由美国海岸警卫队引领的海上执法操练 到时呢 我也会到海边去看看他们离开珍珠港的这个情况 去说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呢 一直扬言不会遵守法庭的裁决 许多人呢 都认为中国会在南中国海 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 那么如果事情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 美军会有什么反应 美军还会继续邀请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军演吗 邀请中国海军参与这个环太军演 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争议的这样一个话题 在美国政府还有美国的这个各界 那么美国政府呢 最后决定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国参与环太军演呢 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 什么理念 就是说中美两国呢 应该也能够继续的推动军事合作 这样一个理念 不过呢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情报主任卡尔舒斯特上校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继续的态度强硬 比方说 单方面在南中国海设立航空识别区 那么美军呢 他说美军不会邀请中国参与联合军演 而中国呢 很可能会在几年内就设立这样的防空识别区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中国从设立的钓鱼岛或间隔诸岛航空识别区得到的教训是 在掌握执行能力之前 他们不会再宣布设立航空识别区 这意味着他们会加快建设那些占领的岛礁 我想他们会在三四年内做好充分准备 也就是说他们会在2020年之前做出这项决定 2020年呢 许波你知道离现在不远 美国的军队当然会密切的注视中国下一步的动作 另外呢 中国在仲台后发表的声明呢 并没有直接或者是间接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他在这个中国政府在第四段 第五段最后一个这个声明的第四跟第五部分说 尊重航行和飞越自由 合作维护航道的安全和畅通 相信呢美中之间呢还是有合作的空间 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夏威夷的观察和介绍